尊敬的阳光职业介绍所莉莉老师 你好 我今天来到你的职业介绍所 我向你自己对城镇的歉意 上周我在法拉社缅街的41街的路口 拍摄有个小哥举牌说 阳光职业介绍所是黑中介 我在没有充分了解双方情况的前提下 就贸然发布了视频 找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造成大家对职业介绍所的误解 给您的职业介绍所带来了不良影响 这是我的舒服和错误 经过您的批评教育 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当行为 在此我郑重地向您道歉 给莉莉老师说对不起 并且在您找到我第一时间 就已经立即拴掉了油管上的相关视频 以后也绝不会再发布 希望阳光职业介绍所莉莉老师 能够接受我的道歉 我会以此为教训 今后在做事之前一定会更加的谨慎 充分了解情况 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再次向你本人及阳光职业介绍所 真诚的道歉 2024年11月25日下午5点 现在 那我再把这个事件的经过 再给大家说一下 根据事实了解的情况 我再次向大家声明 事情的经过与缘由 2024年11月13日 刘某某前往阳光职业介绍所 咨询相关关于副船厂工作的相关事宜 在多次电话和面谈沟通中 刘某某某未能准确如实表达其个人信息条件及工作精密 阳光职业介绍所 不仅在沟通过程中多次核实 并明确工作要求 还在与雇主对接及工作安排过程中 详细解释了相关工作流程与责任义务 随后 刘某某志愿前往船厂进行短期工作 然而 在工作期间 他对自己与阳光职业介绍所及雇主三方 共同协定的工作内容和意愿提出质疑 并单方面毁约 同时呢 无理要求职业介绍所退款 阳光职业介绍所在多次尝试沟通后 刘某某不仅拒绝配合 还采取骚扰行为 通过破坏公共设施 扰乱公共场合 次序等方式 向阳光职业介绍所提出 不实且不道德的控告 并向他人及及自媒体散布虚假信息 此后在警方进入调查后 刘某某答应放弃退款要求 及纠正其不当行为 但近期任采取威胁及报复性措施 针对阳光职业介绍所 刘某某的不诚信行为 以引发严重的社会影响 理应受到相关部门及法律的严肃处理 好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暂时向丽业老师表示道歉 我刘某某某 gur